市长朱立伦今天上午出席王四福先生捐赠富康巴士的仪式 而朱立伦也表示 感谢王先生付出的爱心 让更多长者、弱势民众及身上朋友 可以受到更多的照顾 基本是政府社会局今天上午举办王四福先生的捐赠富康巴士仪式 市长朱立伦也来代表市府接受捐赠 王四福表示从双西乡公所退休之后 又担任十年的调节委员 常常看到报纸上有关富康巴士捐赠的报导 印象最深刻的是 因为从事资源回收的新装阿嬷都能捐车做善事 因此决定利用一部分的退休金也来捐赠 因为我快报到 新北市还有需要富康巴士 所以我就决定把部分的退休金拿出来 买一辆富康巴士捐给市政府 今天看到王四福先生 他是公务员退休用自己的退休金来捐赠富康巴士 我觉得这也让大家非常感动 这样的一个精神就像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基层的民众都很有爱心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 让更多的长者更多的弱实的民众或者是身上的朋友可以受到照顾 市长组委员表示王四福先生是民国88年从双西乡公所退休 用自己的退休金来捐赠富康巴士 这样的精神让人非常感动 今天捐赠的是新北市 第四百四十台的富康巴士 市府一定会善加利用 有四百万的人口又有这么多的长者 或者身心障碍朋友需要富康巴士 但是我很感谢真的是社会的爱心 今天捐赠的是第四百四十台 那这我们新北市就绝大部分的富康巴士都是民众的爱心 尤其这升格这几年大幅度的增加都是民众的爱心 主委员表示新北市有四百万的人口 有许多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需要富康巴士的帮助 在升格这几年 民众捐赠富康巴士有大幅度的增加 很感谢社会的爱心 建峰较市务场报道